宝贝 宝贝 Danny姐姐 你先来关照一下她 她看到我了今天 看到了 还拍照 我们还合了一张招 这是骨折的 没有 这是好的照片 这还有我们的照片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是哪一次 你拿这个 这就一开始 那这个呢 这个是第一次火锅局 第一次火锅局 然后这是第一次集合 对 这个是啥 就是这 你生日那次 对 那你生日 对 你看绿色 火锅蛋糕 对 我一会拿过来给你看 谢谢 我一会拿过来给你看 没事 我视力很好 椰子竟然还有单独的 永生难忘 就是 你知道我做了好多 新的冷笑话库吗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回家就好好做功课 行 不是 因为我们每天 没有 因为主要也跳不了舞了 对 然后我们跟我队员在群里唯一的沟通 就是讲冷笑话 真的 哎呀 搞笑 你终于要上线了 一个 一个 讲一个 球牛我好期待你现在 来了 你准备好的 正片来了 进入主题了 你知道星星的重量是多少吗 一颗星星的重量 天上的星星 对 星星的重量是多少 多少 一颗星星 真实的吗 不是 它这种都是那种脑筋急转弯 重量 猜啊 我在努力的猜 但是 重量 一颗星星的重量是多少 有没有什么 提示 提示 哎 谁说的 跟歌曲有关 谁唱的 没有 没有 一颗星星的重量 一颗星星 一颗 我可以说了吗 可以 这没有人猜啊 猜不到 猜不到 八克 等一下 八克 八克 这个很好说 每一次 猜吧 你说完就够了 每一次笑最大 就这两位 这两位永远笑最大 永远 可以 可以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下一个 来 好 我抓到逻辑了 抓到逻辑了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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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就是资产的资 和投机机会的机 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是什么 投 投 投资 资机 和投机的 其实就是 真的很爱他们 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 非常的开心 我也很想在他上跳舞 刚刚的手支舞也很棒 没有啦 就是挺遗憾的 没事 不用遗憾 不用遗憾 你看 你 还能看呢 我这 好 没关系 我的妈 我要哭了 我天哪 小小不哭 笑笑哭的时候 我们也哭了嘛 然后我觉得 他感受到了我们 想表达的东西 他感受到了我们的热爱 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奋不顾身 他们的整体的状态 要看到后面结尾的时候 真的要奔不住 然后等到云姐喊出来的时候 人的眼泪就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五次的精神 好像所有人都在为了这一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和付出太多 包括他们的情绪表达得也很饱满 他们这些配合状态 情绪 包括最后的结尾 就是很热血 我好像很少有看舞台 就把我看得哭的 真的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所以在看他们的舞台的时候 会更有感触 而且我觉得 自己参与到作品里面 感触没有那么深 但是你坐在下面看的时候 那个感触会比自己 在跳的时候感触更深 好的 九速二场拍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 请张燕俱评评审打分 同时现场的观众评审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 就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出你们手中的橙色毛巾 成立的颜色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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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我就真的不想多说什么 很好 其实很谢谢舞社的每一位成员 其实说实话 我们并不是真的像他们一样 那么那么专业的舞者 但是我们又需要在这个台上去竞技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个时候我的压力可能也很大 但是我身后站的是你们 我会觉得很安心 我们觉得在我们心中 你就是专业的舞者 你还教我们玩那个彩带 还有那个芭蕾那些 你都比我们好 真的你的腰 它的那个软度 我完全做不到 它的技巧我们也做不到 真的特别厉害 真的特别棒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就是 就是这一段旅程 这个节目 跟你们在一起排练的这些日子 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忘 真的特别谢谢我们能够相遇 我们能够出现在彼此的人生里 是的 我们也很开心 就其实每次舞台我压力也很大 但是我不能跟他们说我的压力很大 我每次都说没关系的 不要怕 玩上去干就玩事 好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 《了不起舞台》第二季旅程里面 会跟第一季的感受很不一样 就有种自己也是选手的心情 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同生死共存亡的感觉 除了舞蹈技术上的进步 然后也认识了一帮很可爱的女孩子们 然后也在2023年这一年留下了很多 很满意的舞台吧 这才太棒了 因为我受伤了 然后我不是在家里吗 但是我有看他们demo 然后我就跟我的PD说 我说没问题 我说我有信心 所以我就是觉得今天在现场上看的时候 我就感觉像在看一场非常专业的起舞比赛 然后最后我就是想说 再了不起舞神 每一个舞台风格真的都迥异 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你们 所以我们会组成一个群組 然后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舞台你们就是最棒的 对 因为想到赖赖摔跤的时候就是 她一讲到她就要哭 就是她都没有跟我说她摔跤了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说我知道你摔跤了 然后我们就是很平常的也要在练 但是其实我是知道你摔跤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你不熟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你 其实真的过程真的真的很辛苦 但是可能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再回看我们有这样子的舞台 和这样的过往和经历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感谢你们放松快乐就好 好 加油 哦 哦 加油 哦 哦 感谢你们一直都没有放弃 然后感谢多困难的挑战 感谢你们一直都全力的努力 感谢你们一直很热爱 纯粹的节舞 然后呢 现在我们不在乎戴上 但一起舞吧 我们一起跳吧 加油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老父亲 好 我相信你们 你们肯定可以的 ok 最后一点 不用遗憾 ok 开始就好 321 加油 好 好 好 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哦你们 然后放松 然后 我是 还在记得 我们第一次 在房间里 我 问他们 我是非常严格哦 你们会接受吗 他们 说 什么都可以 我们所以来这个节目 我还是记得 对 还是记得这个 眼神 然后 还没跳呢 然后 今天 这次 这个舞台 你们肯定 每次舞台一样 超过自己 突破自己 相信你们 Let's go 我觉得 太有惊喜了 好累啊 好累 我都好累 你的嗓子真的喊不得 手都白红了 好疼啊 杰宜 没有 好疼啊 走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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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忍不住 哭了很多 真的 但是也想看 所以一直都努力地控制自己 真的 而且我看到他们的进步 比如表情 队形 动作的起舞 舞台上的状态和之前不一样 本来厉害 但是现在越来越好 我非常非常感动 太感动我 差不多得了 就是挺遗憾的 我说不下去 我要哭了 我先来 先让他哭过来 我也不想这样 有点控制不住啊 我怕跳错 我怕连累他们 我可以淘汰 我觉得他们值得做到最后啊 第一次看到高汉宇竹里人这么的难过 他本来就是哭包啊 其实外国也 中国也是House的 机会是很小的 对 所以今天 在跳舞宇竹下看到你们的House 特别感动 这一次的起舞 从排练跟走台 其实一路都是听到很不好的评价 有那种心有余人立不住的感觉 对于我们的感觉 对于我们的感觉 我从来不在节目上哭的 就是以前也没有哭过 到这一季从头到尾我也没有哭过 我是觉得我不想留意涵 然后这个舞蹈大家都很用心 就是排练到大家两眼的无神 我也很想在他们想讲我 眼泪也流完了 刘文 谢谢 进去的东西是 是很直接的 但是这种直接残酷 我觉得才会让人更快成长 对吧 看了这个节目 然后就真的让我感觉到了 就是我的小宝贝的体 我就是我的大宝贝 那真的 我们 我